赵窑窑的话引起了旁人的好奇 不是吧 那陆指挥时岂不是头上绿了 赵窑窑眼底都是得意 何止啊 我还听坊间说 他婚前与谢将军一起喝过酒呢 陆指挥时可是亲自去扎尖了 陆指挥时已是生得荣荣滋不凡 陆夫人怎么一点都不知足 顿了顿 像是归房化的打趣 可那谢将军也是生得见门心目 若是我啊 我也两个都想要 两个 那你们可小乔陆夫人了 我可听闻他还有个师兄 说是什么江湖第一侠客 昨日又哥一起喝酒了 赵窑窍越发挑拨 这喝醉了 又该做点什么呢 惊吓生生将手中的团扇拧断了 展露出来的是他呲牙咧嘴的模样 好样的 赵小姐好样的 这妇人的案件果然伤人 但也有人帮惊吓说话 妹妹慎言 我乔卓陆夫人挺生乖巧的 不像是如此火狼之人 我至今仍记她在陆大人面前柔情似水 但她对上外敌三娘子便瞬间刚烈速杀啊 赵窑窍不满 有人帮惊吓说话 这可不好说 万一陆指挥时有旁人不知的毛病呢 先前陆指挥时就不敬女色 这二十有五才取妻说出来都笑掉大牙 惊吓几乎将牙银咬碎 大人能有什么隐急 他最近快都吃不消了 哎呀 妹妹可别说了 你就不怕那陆指挥时来找你麻烦 我也就与你们说说 你们就藏在心底得了 赵窑窍很得意 妇人之间的闲话 一传时传百的 还不知能传成什么样 惊吓大大方方掀开朱连 朱卫 豪巧 六六 陆夫人 瞬间 一群人的脸色 可谓是相当精彩了 他们只是一时快活 未曾想本尊就在旁边听着 赵窑窍下的胭脂都掉了 却强压镇静 陛下都说陆夫人是金国 您来这儿做什么 买刀买件还是买流星锤 惊吓笑得让人如牧春 我比较想卖凶 杀人 方才的话我都听见了 事情咱们可得装装渐渐说清楚了 我去曲西渡找谢将军是为了案子 可你去曲西渡却给谢将军送手卷 哎 别抵赖 当时那么多水师都瞧见了 再说我与谢将军喝酒的事 其实那日是大人与将军喝酒 我只是陪在身侧罢了 惊吓扯起晃来 脸不红心不跳 我们去的城西九四 那地方又是九四 又是风月 赵小姐从哪儿听来我的谣言 莫非赵小姐常去哪儿 我 哎 别急着反驳 我的确有个师兄 你说我与他喝醉 请问我何时与他喝酒 在何处喝酒 你可有证人 我 我是听来的 惊吓冷哼一声 为家证实便外传 赵小姐是要诽谤三品告命吗 你说我就算了 还带上我家大人 是这北镇府司的赵玉不顶用了 四处寂静 赵窑窍无所畏惧 她的父亲要高升 她姐要得当皇后 区区锦衣未有何惧 不就是几句闲话吗 陆夫人何须如此介怀 莫非你还要揪着这几句闲话 闹起来不成 今下次小听着闲言遂语长大 她不在意这些 一旦扯上陆意 她必须掰扯清楚 是我会将此事丙给徐老夫人 徐老夫人得高望重 居所有命负之首 若是处理不好便直达天厅 她说着 将影断的团扇声声揉成团 吓人 好吓人 众人鸦雀无声 今夏放完狠话 回归工作状态 礼貌又客气 赵小姐 有个案子请你协助调查 赵窑窍想走 我身体不适 今夏眼疾首快将赵窑窍摁回凳子上 病了不打紧 小嘴能说话就成 二人贴得很近 清甜威仪的气息扑灭而来 浅淡忧远地让人心旷神疑 这个气息 十分独特 她似乎在哪里闻到过 今夏想不起来 便不再细究 听闻赵小姐有馊画访 是书妃娘娘求皇上赐你的 赵窑窍捂着肩膀 疼 你弄疼我了 今夏 她本来没使劲 赵窑窍这一叫她可就来尽了 疼 疼就对了 举悉赵小姐的话 仿似乎下落不明 赵窑窍没想到 今夏敢对她动手 不敢再耍花招 被人偷了 遇此之物被偷了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 陛下疼我姐姐 让陛下再次一苏便是 赵窑窍将书妃给搬了出来 但这对今夏并不好使 话仿是在何时何地被偷 其他人站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喘 陆夫人有点吓人 怪不得能驾驭陆指挥使 画坊之事 赵小姐咬定是被偷了 她说 她真想做坏事 绝对不会动用自己的画坊 这不是摆明着承认自己是凶手吗 今夏只是笑 没说信与不信 在她探来 赵小姐浑身都是破绽 今夏站在城西九四 看着不远处的城西赌房 她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因而失踪的是 跟公布侍郎赵气勿脱不了干系 今夏对赵窑窍的怀疑 始于赵窑窍去屈膝度找谢霄 那个眼高于顶的小姐 居然去给谢霄献殷勤 她不是觉得谢霄不好 而是这不符合赵小姐的性子 赵窑窍无心说出来的闲话 像是要做时她的怀疑一样 她与谢霄喝酒这事 说隐蔽也隐蔽 说不隐蔽也不隐蔽 赵窑窍知道了 她勉强当城市听说的 但她与楚大哥喝酒的事 赵窑窍为什么会知晓 他们是在鬼市喝的酒 那是寻常人不让进的鬼市 这是赵窑窍从哪里听说 除非赵小姐在鬼市有人 既然确定了对赵小姐的怀疑 那么我们就可以大胆猜测 程西赌房跟赵家有关系 赵小姐来自家赌房时 见到了她跟谢霄喝酒 赵家让赌房抓了一群婴儿 又用赵窑窍的画坊进行生计 谢霄不断去打捞沉默的画坊 赵小姐慌了就可以去跟谢霄打听打听 赵家在鬼市生计 肯定在鬼市有人 所以赵窑窍听说她跟楚空在鬼市喝酒 以上 纯属瞎猜 如果想要证实 她可以从程西赌房下手 她在赌房溜达这么久了 真以为她是来赌钱的 是时候该收网了 北镇抚思 那威严的门楣 寻常人哪里进得去 曾经这儿对于惊吓来说 那可得许多银子才能进来 才能见到路易一面 而今 夫人来了 夫人先去前厅等着 小的这就去禀大人 好 其实她可以直接进赵狱找路易 锦衣卫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她这般跳脱的人难得守规矩 路易身在官场 她不希望自己行为不断连累路易 路易到了前厅 伤音透着散漫 人哪 大人 惊吓从柱子后跳出来 本想吓路易一跳 却被路易反手压在了柱子上 是我是我是我 大人 路易看惊吓举手投降 我只是你 若是别人还不知道在哪儿找头呢 惊吓揉着手腕 大人 你哪来这么强的警觉心啊 一直都是这样 先前一起吃碗面 他就替他挡个花瓣 都给他拦了好几次 让他一度怀疑 大人去茅房的时候 是不是一手拿刀一手拿指 路易看他手腕处微红 下次不可再胡闹 惊吓才没听进去 神秘兮兮的拱手 承袭赌房好戏江上 卑职想请大人去看戏 正好 审得我都腻了 路易明白 路夫人猜到赌房背后的人了 马车上 路易闭目养神 惊吓给他按着脑袋 大人这两日都去北镇抚司 可是有什么大事发生 锦衣卫消息 锦王一动 可是那个比陛下小依悦 分在德安府就翻的锦王 嗯 说起来 陛下是真的 运气忒好 先帝在位时 前两任太子早逝 倒是说二龙不得相见 先帝就一只美丽太子 朝野便形成了 以徐靖为首的豫王派 和阎家为首锦王派 结果 阎党倒台 这锦王也受牵连 咱们陛下就莫名其妙上位了 陆一闭眨眼 睫毛侧影落在他脸上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锦王登位是必然 锦王生母卢敬飞的先帝后爱 锦王又与朝中全臣交往甚度 而豫王是真的很惨 杜康飞不受宠 先帝末世 兄弟欺凌 百官不待 甚至要凑惠路收满严党才能得到先帝碎子 锦王不甘 情有可原 陆一出诏狱就一直都在提币下提防着 夫人 皇家知事少开口 明明就是大人先说与我听的 我真怕我哪日因为知道太多了 胡说 陆一睁了眼 轻斥一声 错了错了 今夏就可可爱爱地长下嘴 春日雨多绵延 陆一在城西赌房要了个包厢 杯盖推着服茶 陆一看今夏在赌场中游刃有鱼 他那四面逢圆 小嘴土花的杏子 能哄的人一愣一愣的 今夏一进门 薛庄就瞟了他一眼 这人怎么天天来 入指挥时真的没意见 今夏特意靠近薛庄 闻到了他身上独特的香气 闻香使女人 这香一闻就很贵 他给了薛庄一个眼封 薛庄会议跟了上去 一到屏风隔开二人 薛庄是弄着茶水 姐姐怎么又来了 你就知道白嫖我的消息 你在这赌房中见过赵家人吗 惊吓这次很大方 给了他十颗糖 薛庄 入夫人扣扣嗖嗖的 哪个赵家 赌房人来人往的 信赵的可多了 公布侍郎赵家 告诉你个秘密 赵家就是你们赌房的幕后人 薛庄动作一顿 那姐姐准备怎么做 我大名禁赌 但赌风盛行 这个管不着 但卖孩子就不对了 这事儿我必须盯死了 可公布侍郎 那是你能动的 我不能动 我可以请景一位来试试 到时候我检局有功 说不定还有赏赢 如果真的有 姐姐一定跟你分 惊吓跟薛庄交换了信息 又蹦拿着去找乔四姐 他与那风情的大姐姐可熟了 毕竟有着一起脱过衣裳的交情 他背着大人与浙桥四姐赌了几局 软磨硬套输一次拖一件 他用了不少心思去赌 结果输得一塌徒弟 差点就被浙桥四姐给扒完了 幸好 他穿了两套衣裳 差点气得那风情的大姐姐追着他满赌场的奏 后来 他耍剑赢了几回 看清楚了乔四姐从右笔延伸到后背的此情 他知晓 这个此情他真的见过 他曾跟师傅端调过一个人口买卖的窝点 那个窝点里的货物全都会被印上痕迹 关于要端调赵家的话术 惊吓对乔四姐又说了一遍 乔四姐对这不感兴趣 赵家 不知道 没睡过信赵的 惊吓 都忘了 乔四姐的风情 多少达官贵咒喜欢啊 等会请 extensive 我们下定了